Hello 大家好 傻姐 有些朋友問我建工那些東西 就是說我應該做什麼位置或者什麼 因為帳戶很有趣的 有時候你見到他人工批得很好 他都會給你帳戶的名字 但有時候你見到他有Supervisor Officer的名字 但可能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現在大致上告訴大家會計是怎樣 其實通常就是帳戶卡 通常這裡可能會分成Junior 或者Senior的帳戶卡 有些是會分的 但帳戶卡之下還有一些叫Accounting Assistant 這個Accounting Assistant就會是低於帳戶卡 在這些部位很多時候都是做一些所謂的 我們叫做Bookkeeping的事情 有些人都不太懂得分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Accounting Bookkeeping等於做一些流水帳 就是可能不停地入圈 不停地付錢 這些我們都凡是叫做Bookkeeping 就是可能我收了一些單 我入居之後就做Payment 這些我們都是叫做Bookkeeping的 一上到Accounting 我們基本上都是要 一上到Accounting 基本上都是要懂得買帳戶 我們才是主要叫做Accounting 接著可能會有些叫做Accounting 再上一些可能是Accounting Officer 當然是有些叫Junior Senior 這些通常都已經開始做一些叫做Journal 這些通常都會做一些AP AR這些部門的東西 這些通常都會做一些Journal 或者有些人可能是APAR的部門 會有些叫做Accounting Supervisor 這些可能是APAR的Team Head 接著可能再上就是 Assistant Manager 就是Assistant Accountant 這些都是做Journal 開始賣帳戶 這些都是做Journal 這些全部這些 這些開始就會是做Accounting 接著就當然是 Accountant 然後再上的可能 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Accountant Manager 或者Assistant Accountant Manager 其實沒有這麼多的 就要看你公司大還是小 接著有些 Accountant Manager 接著有些就是 Assistant Comptroller Assistant Financial Comptroller 接著就是Financial Comptroller 再上的可能會有些叫做Managing Director 大概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Manager 有些叫做Financial Manager 為什麼有些叫做Accounting Manager 一些叫做Financial Manager Accounting來說 真的是做數目的 如果用了Financial 可能會是我們以前做Financial Manager 就是會說Budget Analyst 這邊會重很多 例如做Budget 做Budget 和現在的Account 的Compare 這些會比較多 但Accounting Manager 都是以做數為主 可能對於Budget 或者Budget Compare 那些分析 會相對少些 大致上 就是這樣分 大家可以看見公司 可以看這些排位 大致上 和心中有數 是什麼價位 但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在小公司來講 那些排位是比較亂的 有些小公司 它可能Account Card 可能給到1萬8元 但可能有些大公司 Account Club 都會給到1萬5元 因為它就是這樣分 所以未必的 大家就可以看著那間公司的大小 或者是怎樣 去評估你 人工大概是多少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你 大公司 基本上它有個 有個 Title 會有個 叫Selery Range 那你通常都不可能 有得談的 但是如果小公司 就可以說 Account Card 我可能不太喜歡 我可以叫個名字好聽 反正我都買了整盤 那你可能可以拿個 Account Card的名字 也不奇怪 但是大公司一定不行 因為它每一個Title 會有不同的價錢 以及會有不同的學理要求 這個就比較不足夠 如果大家找工作的時候 你就自己留意一下 好了 這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都喜歡 就按LIKE和訂閱 好 拜拜